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之下 围棋比赛可以说是所有体育赛事当中受影响最小的项目了 对 因为它可以线上进行 但是今年9月份在韩国进行的职业围棋赛当中 却有选手利用线上比赛之变 用人工智能作弊 在韩国和围棋界引发了关注 这作弊的呢是被誉为围棋天才少女的金恩池 今年才13岁 那场比赛呢她仅用了129手变中盘获胜 她击败的对手是当前韩国排名第七的顶尖棋手 利应九九段 这一场以弱胜强以小营大的棋局 本来是体谈的一段佳话 但是最近却被韩国棋院开出了罚单了 发现棋局有问题的是围棋爱好者 这赛后呢有围棋爱好者利用围棋人工智能AI 对对局的分析发现 坚持的落子与人工智能程序所推荐的招法 吻合度竟然高达92% 事后韩国棋院也展开了长时间的调查 并且最终认定金恩池作弊 而他本人也承认了作弊的行为 最终呢韩国棋院在11月20号 就此事做出了处罚决定 金恩池被禁散一年 棋院院长也首次面对媒体发声 事实上这并非韩国围棋界第一次爆出有选手在比赛当中使用人工智能作弊的情况 今年年初在韩国棋院举办的定断赛当中 有一名选手也是利用人工智能作弊 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坚持事件之后呢 韩国棋院也加强了对此类事件的惩处力度 今后呢违规者或将面临禁赛三年 甚至是除名的处分 韩国棋院表示说今后举行线上比赛的时候 将在棋手身前和身后安装摄像头 另外韩国还将会开发检测程序 监督棋手在对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是否使用了人工智能 对无论什么都是 说你用好了行 用不好那就难说 好